欢迎各位我们继续学习 注册会计师24年审计这门课程的基础班 现在我们要去攻克第三节叫做审计目标 审计目标这一节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它叫做认定 认定它是主观题综合题 每年必考的一个考点 必考的一个考点 我们在这一章把认定学扎实 那么在日后的第七章 风险评估在第九到十二章 各种业务循环当中 你就会发现 好像学起来会容易很多 会容易很多 那么认定作为每年综合题第一道的必考点 第一道小题的必考点 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必须要掌握的 这是第一章最重要的一个主观题考点 我们这一节就去攻克它 首先我们来看 审计它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目标有总体目标 还有具体目标 那首先先看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就是一个宏观方面的目标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叫发表审计意见 第二个叫出具审计报告 你在出具审计报告后面加几个字 出具审计报告加沟通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 具体来看 总体目标的第一个叫发表审计意见 对于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 是注册会计师能够对财务报表 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进行编制发表审计意见 那实际上这块你可以给他加几个字 加什么并公允反应 对吧 我们去审什么 不就是审你财务报表的合法性 再加上你的公允性吗 这是第一个 总体目标发表意见 那第二个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不就是我的工作成果吗 对吧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审计结果对于财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你看为什么在后面要加一个沟通 因为他有一个病 病 病与管理层和治理层沟通 这个沟通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件事 不是说我在出具报表的时候 我要和管理层或者治理层要去商量一下 我们研究一下 开个会议讨论一下 二位 你们觉得我出具审计会计的报告是合适的 你们说说我听听看 不是这个意思 出具审计报告的 位行完完全全取决于注册会计师自己 他要独立做出判断 那我们这个沟通是沟通什么 我至少要告诉管理层和治理层 我为什么出去这个类型的报告 我要把原因告诉你 对吧 这个沟通 你要知道沟通什么 那么总体目标 要求你把它记住 记住 这是个东西要背的 背一下 具体内容背吗 当然不背 背什么 就背总体目标 一叫发表审计意见 二 出具审计报告加沟通 加沟通 就把这两个标题记住就可以了 这两个就是审计的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 注册会计师是否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了审计工作 取决于注册会计师在具体情况下 实施的审计程序 由此获取的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和适当性 对吧 一个是数量上面的要求 一个是质量上面的要求 以及根据总体目标 和对审计证据的评价结果而出具的审计报告的 恰当性 恰当性 你只有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你才有可能出具恰当的审计报告 不就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吗 而不在于注册会计师是否识别出 财务报表中存在的所有重大错报 因为我提供的是合理保证 我也不可能发现所有的重大错报 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注册会计师到底要不要承担审计责任 不是取决于我是否识别出了所有的重大错报 是否报表当中还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没有被我发现 而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注册会计师 在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严格的按照审计准则 有没有不折不扣的去执行你的审计准则 如果我们严格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和审计准则 职业准则的要求 那我们即便有错报 没有发现需要承担责任吗 不需要啊 我们不需要承担责任 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具体看 一 在审计总体目标下 注册会计师需要运用审计准则规定的目标 以评价是否已经获取而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你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告诉你 什么样的审计证据是充分是适当的 好像没有 还是取决于你的职业判断 你什么时候觉得所收集的审计证据足够让你得出适当的审计结问 那么此时这个审计证据就可以说它充分并且适当 第二个如果根据评价的结果认为没有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没有获取怎么办 想别的办法接着获取吗 就是这个 用备吗 当然不用备 对吧 你根据常理判断一下 没有获取充分的 那此时证据不足怎么办 找啊 怎么找 注册会计师可以采取下面一项或多项措施 一 评价通过遵守其他审计准则是否已经获取或将会获取进一步的相关审计程序 进一步的 我是不是要再想办法去找 二 在执行一项或多项审计准则要求时 扩大审计工作的范围 不管是我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还是扩大审计程序的范围 目的不都是获取新的审计证据吗 三 实施注册会计师根据具体情况认为有必要的其他程序 什么程序都可以 任务就是一个 不断的获取新的证据 获取有证明力的证明力强的证据 直到你的审计证据足够充分和适当 那标准还是一样的 你什么时候能出具恰当的审计报告 什么时候审计证据充分且适当 我们做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面关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总体目标说法中 正确的是总体目标 那不就两个吗 对吧 对于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 使得注册会计师能够对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编制并发表审计意见 这不就是第一个 发表审计意见 有他吧 有他 B说对于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提供合理保证 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吗 好像不是 你不是我的任务 你就不会是我的目标 我就审你一个报表啊 我凭什么保证你能够有持续经营能力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不对 C 说于被审计单位 内部控制是否存在值得关注的缺陷提供合理保证 我对你的内部控制需要提供什么保证啊 我甚至只关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当中和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和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其他的我甚至都不用关注的 我怎么可能去保证你内部控制有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决限 对吧 这个C和我没关系 不是我的目标 D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审计结果对于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出审计报告 还有个小尾巴 并与管理层和治理层沟通 有他吧 那不就是发表审计意见加上报告与沟通 这不就是我的总体目标 答案A和D A和D 答案解析 B和C 保持持续经营能力 设计实施 维护内部控制是管理层的责任 那不是我的责任 对吧 和我没关系 那当然也不会是我的神级目标 第二个内容 认定 认定 想画几颗星星 画几颗星星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综合题每年B考 并且学第七章和9到12章 这个循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哎呦 他又反复出现了认定 那到底什么是认定 认定他说是管理层 针对报表要素的确认 计量和列报 包括披露 所做出的一系列明确或暗含的意思表示 对于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计量和列报 是不是都是在报表表内进行反应的 那么披露 他有可能在表内进行披露 也有可能在表外进行披露 对吧 这个各位学会计的时候 不都去接触过他吗 你比如我们的认定表项目 你看他的净议认下面 是不是其中持续经营净议认多少 终止经营净议认多少 这不就是在表内进行了相关的披露 那你像一些关联方交易 你要在财务报表付注当中进行完整的披露 这不就是一个表外披露吗 那不管是表内还是表外啊 都叫我们这块的披露 做出一系列的明确或者暗含的意思表达 什么叫明确或暗含的意思表达 那比如今天该上班的时候 我没出现 那把九点钟上班 我没出现 然后我给主任打一电话 说为主任哥哥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就这么一句话 那你现在判断一下 什么是我这句话当中的明确意思表示 那至少能说明我今天上午 是不是给我们主任打过电话 这是明确的表示吧 我给他打了这个电话 那么第二个明确的表示意思是什么 我身体不舒服啊 我肯定不是活蹦万跳的 我身体不舒服 那有没有暗含的意思表示啊 那当然有 那暗含的意思表示 我能给你打电话 说明啥 说明我现在即便是生病了 但我好像还没有病死 还活着 我至少能和你打电话 对吧 那还有没有隐含的意思表示啊 有啊 上班的时间你还没有出现 你给我打电话 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那意思不就是今天要请假吗 对吧 这就是明确和暗含的意思表达 你把它搞清楚 理解一下就行 那么到底什么是认定 什么是认定 这个企业有一颗钻石看到吧 啊 这个钻石 我们姑且给它起个名字 啊 叫海洋之星 啊 就是泰坦尼克上那一颗 那这个海洋之星 就是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阶 那我们审计对象不就是他吗 对吧 现在企业拥有了这一个海洋之星 那么首先他自己是不是要对他的海洋之星的情况做一个表述 他自己要写一个说明书 对吧 我这一颗钻石名称是什么 检测完的成分分别是什么 对不对 市场估值是多少 后面再附上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再附上这个电影的链接 我把整个说明书做好 他是不是企业对自己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阶伟量的一种表述 一种评价 而他这种表述和评价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 就是他的认定 就是他的认定 那现在 这个单位 对他的钻石 写了一个说明书 那说明书上的所有内容 现在准备去买这颗钻石的消费者 看到说明书之后 都信吗 未必信 我们要找一个权威专业 独立的第三方 找一个鉴定机构 找个鉴定大师 对吧 头发花白 戴个眼镜 胡子到这 找一个大师 给我们鉴定一下 大师针对这样一个钻石 他出去有一个鉴定书 那这个鉴定书 是不是对你企业自己说明书的再一次评价 再一次评价 是对你说明书的再一次认定 对吧 对这颗钻石的再一次认定 没问题吧 那这个大师是谁呀 你放到我们审计业务当中 这个大师白胡子爷爷 胡子到这的 那就是我们啊 注册会计师 鉴定书就是我的审计报告 对吧 说明书就是你编的财务报告 那实际上认定是什么东西 认定就是企业 对于他自己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接流的第一次表述和评价 而我们的审计过程就是对他进行再评价和再表述 就是这么个关系 就是这么个关系 那么企业从哪些方面去评价他的认定 我们从哪些方面去审查他的认定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 叫做期间各类交易账户事项及披露的认定 那你会涉及到披露的 对吧 不管是表内的或者是表外的 你比如我们刚才说过 你看利润表 那什么是利润表涉及到的项目 不就是第一个 期间各类交易账户和余额 那不就是一个发生额 发生额针对哪张表 不就是利润表 这张表就是根据所有损益科目的发生额编制的 他本身又没有余额 对吧 那利润表项目当中 有表内披露项目 有表外披露项目 刚才我们说过 你比如寄利润 对吧 你比如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底下是不是有其中 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分别是多少 这不就是表内的 对吧 你涉及的关联方 交易的批费不就是表外的 这些批费都算 那么第二个 叫会计期末账户余额 及批费的认定 账户余额 那你很容易想到 哪张表 哪张表 资产负债表 对吧 资产负债表 他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有没有余额 这三样都是有余额的 都是有余额的 所以第二条 我们针对的报表 是资产负债表 我们针对的是资产负债表 那么现在我们想一下 这两个方面 他的认定 有没有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你是不是 每一项经济活动 要先发生 发生完之后 才会有可能 引发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产生余额 对吧 你有余额 你才能编入 我的资产负债表 那他们两个之间 不就有关系吗 先发生 后有余额 对不对 那当然 这一和二分别 他针对两张 不同的报表项目 针对不同的报表项目 我们为什么要去区分 这些报表项目的 这些认定 我们是在干什么 目的是在干嘛 注册会计师 将其用于考虑 可能发生的 不同类型的潜在错报 我的任务是干这个 实际上说白一点 就是对可能发生的错报 进行分类 就是分门别类的 把它放进不同的认定当中去 你可以明确的告诉我 哪张报表的哪一个项目 存在哪一个认定上面的错报 这不就很明确 很有针对性了吗 我们的任务就是干它 就是干它 那么管理层 在财务报表上的认定 有些是明确表达的 有些是暗含的 我们刚才说过 你比如管理层 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报存货 及其金额 意味着做出 如下相关认定 仔细看 仔细看 他在说什么 管理层 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室存货 及其金额 啥意思 我们现在 带个数字 举个例子 刚才那颗海洋之星 还记得吗 我企业 现在账面 存货 有一颗海洋之星 这画的跟我们三角关系一样 还发着光 海洋之星 现在我们库里面有这么一颗海洋之星 它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5000万 现在企业在它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当中 标注有一颗海洋之星 金额5000万 就这么一件事 看看它会有哪些明确或者暗含的意思表示 首先第一个 我所记录的存货是存在的 什么是存在的呀 我账面上存货只有一项 只有一项 就叫海洋之星 就这一颗 你从我的库房里面去检查一下 看一下 发现 哎呀 没问题 对吧 就这颗 放的好好的 没问题 我没有说我的账上 有两颗 有三颗 有四颗吧 对不对 哎 我说我就一颗 而且这一颗是真实存在于我的库房当中的 这不就是我的第一层明确意思表示吗 我没有虚构别的 我没有高估我有其他的存货 对吧 没有高估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没有违背存货的存在认定 你看 咦 这是啥玩意儿 这就是具体认定的名称 那第一层明确的意思表示不就是我的存货 没有高估吗 只有这一项 这是不是没有被高估啊 高估我们审计当中是有专业名词的 这个名词就叫存在 此时你就可以说 我们的存货 我们的存货没有违背存在这个认定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明确表示的第二个 他说存货与恰当的金额包含在财物报表当中 与之相关的计价和分摩调整 均以恰当的进行记录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的存货现在在你账面的价值是5000万 对吧 我们已经证明确实账上有一颗海洋之星 空里面一颗海洋之星没问题 存在上面没问题 没有高估 那金额对不对 不好说 这颗海洋之星不可能是我自己生产的 对吧 泰坦尼克号上掉的 然后我从别人那买的 那我外购存货的价值 是不是包括使它达到预定场所和状态前的必要支出 什么买价 相关税费 运输途中的装卸费 保险费 搬运费 清洗费 挑选费等等等等 只要入库之前 是不是合理支出 必要支出 我都算 好 那现在啊 假设 我们把这一些相关的取得成本加一块 它刚好就是5000 说明我的 说明我的计价是不是没有问题 计价没有问题 对吧 就是5000买的外购成本5000 好 我拿5000计账 计价没问题 他说还有什么分摊和调整 分摊和调整 你看如果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我是不是使用过程当中要伴随着累计摊销或者累计折旧 对吧 这不就是你的分摊吗 长期待摊费用不就有分摊吗 那我们现在虽然不涉及到你的分摊 但是你会涉及到调整 调整 怎么调整 我现在试一项存货 存货期末按什么核算 各位还记得 按照成本 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核算 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核算 那么 现在成本 账面价5000 对吧 你的可变现净值 你看对于一个产成品 一个商品 它的可变现净值是不是预计售价减去预计的交易相关税费 那假设你的预计售价是5200万 相关交易税费300万 那我减完之后的可变现净值是不是4900万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成本大于可变现净值 说明存货是存在净值的 我们是不是要计题净值准备 没问题吧 那如果你的净值准备 该题你没题 或者像这种 5000减4900 我要计题100万的净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100 如果你计题的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就说你的存货以恰当的金额包含在财务报表当中 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调整均以恰当几乎 那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长 有点长我们再找一个专业名词来把它简化一下 它叫什么 它叫做准确性 中间是顿号 没完准确性顿号 计价和分摊 计价和分摊 该提100万的净值 你恰巧就提了100万的净值 那我们就说你符合准确性顿号 计价和分摊这个认定 你为什么要强调一个顿号 写成句号行不行 写成逗号行不行 不行 这个专业名词就叫准确性 中间是顿号 计价和分摊 你写成语分摊都不行 这些专业名词一个字都不能错 那我们通过这些认定 就可以去表述出 你的财务报表项目存在 或者不存在哪些风险 在什么方面存在风险 你比如存在高股风险 存货项目 我们就说你的存货存在 存在风险 对吧 这个认定存在风险 那你如果现在是在 减值计算方面 我们就说 你好像违背了 存货的准确性 顿号计价和分摊 这个相关认定 在这个认定方面 你存在重大错保风险 我们的认定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那你看这么一句话 它包含着明确的意思表示 一和二 是不是还有可能包含着 暗含的意思表示 你比如第一个 你说你的账上有一颗海洋之星 那说明啥呀 说明就一颗 就一颗 你也没有说三颗五颗的 你的账上只写了一颗 你实际就一颗 账上就一颗 我们刚说没有高股 现在是不是说明 你也没有低谷啊 对不对 我也没有低谷 什么是低谷 就是扫计啊 就是扫计 你的企业 假设有三颗 钻石 你的账上只有一颗 这不就扫计了吗 扫计就叫低谷 那我是不是也有一个 暗含意思表示 就是我没有低谷 我就一颗 我实际上也不存在第二颗第三颗 那低谷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 专业名词 叫做完整性 完整性 我们说你没有违背完整性 这个认定 在这个方面 你不存在重大挫暴风险 那么暗含的意思表示 还有一层 你的账上有这颗海洋之星 作为你的存货 他的金额5000万 那说明啥 说明 这颗海洋之星的所有权 应该是你的 不是你的商品 凭什么出现在你的账上 对不对 你报表上有的资产 它必须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它得是你自己的呀 那我现在账面 有这颗海洋之星 是不是在告诉你 这颗海洋之星的所有权 是我的 对吧 所有权是我的 而且我也没有把它进行 抵押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它就完完全全是我的东西 在我的库里放着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们再给这种认定起一个名字 它叫权力和义务 我们检查它的所有权证明之后 在检查其他的相关资料发现 也没有设置什么抵押这种的 所有权证明也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就说 它没有违背权力和义务这项认定 这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们做出某一个项目的某一个认定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你报表在认定层面 所涉及到的重大风险 给它做一个划分和归类 然后把你放入不同的类型当中去 目的就是干这个 这就是认定 这就是认定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针对不同的卫行 我们有不同的认定名称 刚说过 有两种认定卫行 第一种叫关于所审计期间 各类交易事项及相关批误的认定 还有一种叫什么 叫和你的账户余额及相关批误 相关的认定 对不对 这两种不一样吧 我们先看第一种 先看第一种 那关于所审计期间 各类交易事项及相关批误的认定 刚才说过 它指的和利润表有关 它都是发生额 它不涉及到余额 因为损益的相关科目 是没有余额的 它只有发生额 那么跟它有关的认定名称 这一类的一共有个有项 这类有项名称 要求你一个字不差的把它背过 把它背过 一会儿账户余额及相关批误的认定 也有六个名称 但是和它不完全一致 千万不能背魂 千万不能背魂 那不同的报表项目 我们针对不同的认定名称 你要把它记清楚 有一样的 也有不一样的 一定一定一定 要把它给我背过 我们先看和利润表有关的相关认定名称 第一个叫发生 发生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 它指记录和披露的交易和事项均已发生 且这些交易和事项与被审计单位有关 什么叫已发生 我现在账上有这些交易和记录的相关数据 它已经发生 是不是说明我的账没有胡作 没有虚构 没有高估 这不还是高估吗 哎 你说不对啊 刚才高估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 叫存在 你现在高估怎么起个名字 叫发生 不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 刚才这个项目叫存货 存货 这不是资产吗 资产负债表项目 它是有账户余额的 有账户余额 那么高估 它的认定名称就叫存在 刚才不是说 不同报表项目 它的认定名称 又一样的 又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高估 它恰恰就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把它记清楚 在利润表项目当中 高估叫做发生 发生 第二个叫完整性 完整性说 所有应当被记录的交易和事项 均已记录 均已记录 那均已记录什么意思呀 事发生二十件 你二十件在我的账上都有 均已被记录 说明我没有少记 没有少记 是不是解决的是低估的问题 对吧 多记就是高估啊 少记不就是低估吗 那么低估我们给它起的名字 就叫完整性 如果你低估 我们说违背完整性认定 如果你没有低估 就说不违背完整性认定 所有应当包含在财务报表当中的相关披露均已经包括 你看不光涉及到交易的记录信息 还要涉及到相关披露 不管是表内披露还是表外披露 这个是完整性解决低估的问题 我们接着看 利润表的第三个认定名称 叫准确性 你是不是又发现 刚才好像看到过一个东西 和它长得有点像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对吧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它准确性 顿号计价和分摊 为什么有点像 但是又不一样啊 因为又是不同的报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 我们叫准确性 中间顿号计价和分摊 而对于一润表项目 同样的东西 我们就叫准确性 因为它不涉及到后面的什么计价和分摊这种东西 对吧 它发生完之后 月底把它转出去 它就没有了 它没有余额 它只有一个发生金额的准确性 它指 与交易和事项有关的金额及其他数据 已经被恰当的记录 相关披露已得到恰当的计量和描述 它重点关注的是谁 重点关注的是金额 那我们要看这个准确性啊 它说的是金额 对不对 所有与交易和事项有关的金额及其他数据已经被恰当的记录 相关的披露已经得到恰当的计量和描述 它说了一个什么意思 我们库房里面是不是有一颗海洋之星 刚才那颗还记得吧 我们现在要把它卖掉 卖掉 把这颗海洋之星卖掉 售价假设是八千万 那我的主营业务收入是不是就是八千万 但现在我们在审报表 你就不能写出会计科目 你只能写报表项目 那主营业务收入 现在在报表上叫什么 是不是叫营业收入呀 就营业收入吧 你说这有什么差别 好像是有差别的 各位去学会计财务报告那一章 你是不是发现有一些会计科目 它的名称和报表项目是一致的 但是有一些它是不一致的 你比如货币资金报表项目吧 报表项目 货币资金 但是有一个会计科目叫货币资金吗 显然没有 它是不是对应你会计科目当中的三个 银行存款 对吧 库存 现金 其他货币资金 这叫名称不一样的 对吧 你比如报表项目很常见的存货 会计科目有15个 把它汇总之后加加减减调整完填入存货 名称不一样 那有没有一样的 有一样的呀 你比如短期借款一样吗 一样 都叫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一样吗 一样 都叫长期借款 对吧 那利润表有没有 也有啊 你比如营业收入是个利润表项目 你会计科目就叫主营业务收入 或者其他业务收入 把这两个加一块嘛 那营业成本 会计科目是不是对应的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其他业务成本 没问题吧 当然还有好多呀 还有好多 所以你们自己啊 下去之后要关注一下 这些报表的项目 特别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项目 因为我们综合题考试的第一问 会涉及到它 你要写的时候啊 我提醒你一下 在做我们综合题第一问 关于项目和认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所写出的项目必须是报表项目 你说哪个项目的哪个认定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对吧 你必须要写出具体的报表项目 你千万不能给我写成会认成会计科目 不能写成会计科目 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 你写成会计科目之后是没有分的 第二个 那有一些认定 我们还没有把它说完 对吧 具体内容可能我还没有展开给你解释 但是我们至少是不是已经看了三个认定的名称啊 你比如发声 你比如完整性 发声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高估的问题 完整性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低估的问题 你一个是多计一个是少计 那么你在回答人家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能给我说 他所对应的报表项目叫营业收入 我们认为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认定 你给我括号当中写 发声 第二个完整性 什么意思 你一边说他被高估 一边说他被低估 你的想法是什么 高估低估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你不对 你要么高估 要么低估 我给你都写上 总有一个是对的吧 你见对就得给我分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发声和完整性 他分别反映的内容是矛盾的 一个说高估 一个说低估 你把这两个矛盾的项目写到一块去 你还指望人家挑一个对的给你分 不可能 对吧 所以矛盾的项目啊 千万不要写 所以第二个提示 矛盾的项目 不要往一块写 不要往一块写 那你说我把发声和准确性写到一块行不行 这个好像还行 你里头有对的 他可能会给你分 但你把矛盾的写到一块 他绝对不会给你分 绝对不会给你分 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 第三个要注意的 刚才不是说 你的认定当中 如果有对的 他就会给你分吗 只要不矛盾 对吧 好 我不写完整性 我把发声和其他五个都写上 行不行 我把能写的全部写上 只要不矛盾 全部写也不行 人家改卷子的一眼就发现 这个货不会啊 这只会默写 不会判断 对吧 全部写上 他肯定不会给你分 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这种错误 你是肯定不能犯的 好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完整性 我们把它简要的介绍完之后 回过头 接着看这 我把这一颗海洋之星卖掉 售价八千万 那就意味着 我的营业收入 是不是就是八千万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假设啊 除此之外 我的账上 还给你虚构了一笔销售 这个销售 我说除卖海洋之星之外 我又卖了一颗钻石 这颗钻石叫什么呀 假设叫天空之城 我又卖掉一颗天空之城 这个钻石 它的售价五千万 五千万 那现在你判断一下 它违背了哪个项目的哪个认定 项目我告诉你 营业收入 那违背哪个认定 你能判断崇海吗 我实际上只有一颗钻石 我只有一笔真实的交易 但是你的账面有几笔交易 这是一笔 这还一笔呢 是两笔交易吧 你是不是多寄一笔交易 完完整整的多寄一笔交易 叫什么 叫高估 高估叫什么 叫发声 你违背的不就是发声认定吗 发声认定 没问题吧 哎好 那现在假设啊 我把情况给你改一下 给你改一下 我就是一笔收入 一笔收入 实际上它的售价就是八千万 但是我的账面 记载的营业收入 金额是七千五百万 七千五百万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实际上就卖掉一颗海洋之星 对吧 没有问题 我的账上也就是一笔销售收入 我没有虚构出第二笔 但是金额好像不对 应该是八千万 但是我账上记载的是七千五百万 我的交易就一笔 我记的也是一笔 一样吗 一样 一样说明 我没有高估它 对吧 我也没有低估它 只是什么不对 只是金额不对 这个时候 你不能写存在 不能写完整性 你不能说 哎 实际上八千万 你写七千五百万 你不是少记五百万吗 少记不是叫低估吗 低估不是叫完整性吗 你达个完整性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因为我只有一笔交易 并且已经在我的账上体现出来了 我就记了一笔 没有高估 没有低估 对不对 只是什么不对 只是金额不对 金额不对 我们达准确性 这个时候 你达营业收入的准确性 我们违反和准确性 对吧 这个认定 那现在 再改一个情况 再改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我现在 只有一笔销售 就是卖掉海洋之星 实际上 收款八千万 但是 我自己 还需够 一笔交易 这个收入 也就是说 我有两笔收入 我有两笔收入 营业收入 第一个 卖海洋之星的八千万 第二个 我还需够出了一笔收入 金额是三千万 卖的是谁呀 就是那颗天空之城 但是这个天空之城 虽然是我需够的 我还给你造假 造出一些票 但是票上的金额 我这张销售发票的金额 是五千万 啥意思 我不光虚构 一笔交易出来 这笔交易的金额 还不对 还不对 我自己开了一张票 当然实际上 这个交易是没有发生的 我自己开了一张票 这个票的金额是五千万 但是你做账 你按三千万做的 也就是说 你在账上 虚构一笔交易 完整的多寄一笔交易 这个叫啥 高估是不是发生啊 那除此之外 你虚构的这笔交易 金额还不对 金额不对叫啥 是不是叫准确性 那你说现在 我让你回答 它违反哪个项目的 哪项认定 你该怎么回答 你到底是答发生 还是答准确性 还是把这两个都打 这是一个问题吧 我们有一个原则 有一个原则 叫做先定性 后定量 先定性 后定量 什么是定性 跟定性有关的认定 和发生 和完整性 有关的 这两个啊 叫做定性 定性 那么准确性 就叫定量 我们有一个原则 先定性 后定量 也就是说 你只要判断出 你整个交易 是虚构的 是假的 是多计的 那么 就答发生 就可以了 你不用管它 金额 对不对 对吧 你反正是虚构的 虚构3000万 虚构5000万 虚构8000万 不都是虚构吗 不都是完完整整的 多计一笔交易 多计就答发生 先定性 后定量 虽然你看这件事 它确实 虚构一笔交易 好像 发生没问题 它的金额 还写的不对 你的票上明明5000万 你写3000万 准确性也有问题 但是原则 先定性 你写 它的发生 就可以了 你回答的时候 回答发生 所以这些 是你要注意的 你要注意的 特别是 准确性 和完整性 和发生 放在一块 它有时候真的 混在一块考啊 你比如这种情况 它真的混在一块 那你到底打谁 先定性 后定量 你说我 把发生 和准确性 都写上去 行不行 好像也凑合 对吧 你只要不把矛盾的 往上写就好 不把矛盾的 往上写就好 这是第三个 叫准确性 前三个 是我们考试 最常考的 几乎每年都会考 最常考的 那么第四个 截止 它考的就不太多 但是这一个名称 你是要把它记住的 因为它很特殊 特殊在什么地方 它是我们利润表项目 特有的 一会账户余额 和相关批误的认定 资产负债表的名称当中 是没有它的 是没有它的 这个截止 我们后面再具体去解释它 你先看一下它的定义 它指交易和事项 已经记录于正确的 会计期间 它强调的是 会计期间正确 具体的解释 我们后面一个一个 挨个说 先把名称看完 第五项叫做分类 第六项叫做列报 这两个 利润表项目和资产负债表项目 它都是有的 它都是有的 分类指的是 交易和事项均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刚才说的是恰当的会计期间 现在说的是恰当的账户 那么下一个叫列报 它指交易和事项 已被恰当的汇总或分解 且表达清楚 恰当的汇总或分解 且表达清楚 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下 是相关的 是可理解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比如刚才说的一些项目 像营业收入 它不就是一个报表的汇总数吗 你把主营业务收入加其他业务收入 把它汇总进去 对吧 你已经恰当的汇总填入营业收入这个项目 那么怎么把它分解 你像财务费用 它里头就有其中 你的利息支出多少 利息收入多少 这不就是分解吗 对吧 该汇总的汇总 该分解的分解 这就是符合列报的要求 当然相关的披露 你也在付诸当中进行了充分的披露 那么现在我们把涉及到利润表项目的 还有个认定 它的名称和对应的定义都给各位说完 那么更重要的不是去死记它的定义 这个没有必要 名称你必须要把它给我记住 记住之后 我们更为重要的是要一个一个去理解 这些认定 它到底说的是什么事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该怎么去掌握它 去运用它 那么好 各位 这节课我们就说到这 先误了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